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早很早以前就来过再来陈西卫 然后后来呢他在教会里面 他也一直热心在监狱侍奉 也带了很多人 我常常开玩笑说 我们要开一个特别为他开一个戒毒村 专门收他送来的人 所以他还是算是我们蛮多 送蛮多人到我们陈西卫的 他不仅送来陈西卫 他还是有在金钱上面来支持他们 也常常去鼓励 譬如说还帮他们找老师 譬如说我们要考考试呢 国文不会 那就帮我们找国文老师来教他 特别的指导 所以这次的这个学生呢 就成绩非常优秀 原来就是有专人指导 所以这很谢谢红传道 红传道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为弟兄做了蛮多的事情 感谢上帝 那我们等一下会把时间交给他 那开始之前呢我想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主 那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透过网路视讯跟海内外的同工一起来分享 我们再次的将我们今天所要经过的时间交托仰望 求主来带领 也保守我们所有的机器运作设备都能够顺畅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再次的将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都交在你的手里 求主你来带领 那我们讲的听的都同盟造就 谢谢主 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好 那我们很快的把时间交给红传字传道 好 各位先生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来自云林 很高兴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神在我生命当中成就的大事 那我一直讲说福音戒毒 福音戒毒的本质就是 我把它归纳起来比较简单一句话就是 交给专业的来 交给专业的 什么叫交给专业 所以就是以福音成为戒毒的核心 那戒毒如果没有福音就失去的意义 那因此我生命的改变都是因为福音 使我能够脱离黑暗入奇妙的光明 特别我今天带来的信息是死人和睦的人 那死人和睦呢 我一开始先用一段话跟大家来分享 好第一句话就是当我开始预备我今天来要讲什么的时候 我一直想说在我的生命的过程当中 我想说有些人来不及说抱歉 然后有些人没有机会看见我改变 我相信这是很多吸毒的他生命当中的无奈 那因此呢也在这样的来不及说抱歉 你没有机会看见我改变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遗憾 可以帮我安心 对 那我要讲说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遗憾 其实我今天我原本是预计在在云林轮背 在那边做转播就好了 但是呢 对于我来讲 我生命当中有两大遗憾 第一个遗憾就是当我父亲58岁的时候 他在我手中断气的 断气的时候 他断气的时候我仍然在吸毒 一直到我生命改变 新耶稣生命改变以后 我最大遗憾就是不管我走到哪里 底下有多少人 我唯一渴望的就是那个最爱我的父亲能够看见我 他的儿子生命改变了 因为他在我吸毒的过程当中 他用无数的方法想要帮助我都没有办法 那因此呢 这件事情成为我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遗憾 第二个最大的遗憾就是我在晨曦会 我刚查过 请明昌帮我查过 我大概将近30年前在晨曦会 然后呢 因为某一些原因 就没有办法在晨曦会里面完成了一个整群的装备 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所以因此呢 我要进到辅导部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那好像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阴影 我一直走不进来 那因此呢 这是我一个很大的遗憾的时候 今天下午就告诉我自己 早上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来挑战 那因此呢 我就挺身昂首 靠神的大人 我就走进来这个晨曦会的行政中心 好 那我要讲说 为什么我生命当中会有这些的遗憾 对 我在 从高中的时候 我在学校念书 然后下课以后 就是在 就是在 在赌场里面混 那因此呢 当我 从那个 学校毕业以后 出社会 很自然而然就是 做的工作就会跟赌博有关 从开始开赌场 一直到赌博店玩 那一直在21岁的时候 然后我就自己开赌场 那因此在开赌场的时候 其实坦白说那时候我生意很好 生很好 然后就呃 常常都没有办法睡觉 就染上了安菲他命 起初的时候 我本来 我对毒品是很厌恶的 我也很讨厌吸毒的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去想象说 为什么我 厌恶毒品 然后我讨厌吸毒人 最后我会成为一个吸毒人 这是我到现在还是无解的地方 那染上安菲他命以后 开始慢慢的 脑袋里面 常常都有一些胡思乱想 都觉得有人要害我 那因此呢 我的朋友就越来越少 那我爸就爸爸跟我讲说 那他知道我吸毒以后 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要想 帮我把毒品给戒掉 我就离开我的家乡 回到去到桃园 但是似乎你改变一个环境 也没有办法改变我吸毒的习惯 一直到我的婚姻 在那个时候破裂了 因为吸毒破裂以后 那我就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开始 毒品的升级版 就开始吸海洛因 吸到海洛因以后 就成为我生命当中 最可怕的梦魇 那我爸知道 我吸到海洛因以后 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 他有一天他找我说 我要怎么可以帮你 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就找一个房间 把我关起来一个礼拜 锁起来一个礼拜 我就可以戒毒成功了 异想天开的想法 我爸也相信了 然后我就回去家里面 回去之前的前一个晚上 我毛起来把安非他命 跟海洛因全部都灌到我的身体里面去 所以那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隔天晚上八点 隔天晚上八点 那你就知道说一个吸毒的人 如果他隔天晚上睡了24小时起来以后 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时候我就整个药婴来了 非常的痛苦 然后我爸爸听我在床上这样一直摔 一直摔的过程当中 他从二楼听到他儿子在三楼这样摔的时候 他吓得吓死的 他跑到房间来看着看着我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我从后面抱着我 从后面抱着我 那抱着我的时候 然后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在整个房间里面 那个空气都变得很安静 然后突然之间我觉得我的背都湿掉了 那是因为那不是因为夏天的流的汗水 那是因为我爸的泪水 所以在那个时刻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洪真智你这次一定要把毒瓶给戒掉 因为你最爱你的爸爸 连都为了你掉了眼泪 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这次一定要把毒瓶给戒掉 但是没想到不到两个小时 我又跑出去吸毒了 当那时候那一管毒瓶从我手背上这样打下去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说如果连亲情都没办法改变我的时候 还有什么能够改变我 我就像一个禽兽一样 已经没有办法用亲情来感动我这一个人 去改变我自己 所以那时候我任意妄为就好像一把利刃 不断的去扎我父亲的心 有一次当我吸毒吸到无法自保 我真的不晓得如何去处理我人生的问题的时候 我在跟我爸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突然之间我就拿起一把刀 在我爸的父亲面 在我父亲的面前 我开始握我的手 当我的手 那个血如同水柱一样冒出来的时候 我爸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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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面子拿起来塞住我的伤口 我在想说当我开始慢慢戒毒以后 我开始想说我当时是如何去伤害我这个父亲 然后有一次我吸毒吸到最后都没有钱了 我更会也没有钱可以缴会钱 那那个会头就打电话到到我家里面来要要钱 我在房子里面房间里面都不敢开灯 我都怕外面人知道我在家里都不敢开灯 结果我儿子就在家里面看电视 突然之间电话响了 我要跟他讲说不要接的时候 他已经接起来了 接起来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跟我讲说 爸有人要找你 我进来跟他讲说告诉他我不在 然后我儿子真的很奇怪说我爸跟他我爸说他不在 然后对方他很生气 他又三支金骂我儿子 当我回头看见我儿子那的话筒 手在那边抖 不晓得应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心里面告诉我自己说 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到底做了什么 所以我没有办法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我划伤了我孩子的心灵 所以在那个时刻当毒瓶就好像一把利刃 毒瓶就好像一把枪枪杀了我跟我儿子之间的关系 在那个 呃 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去借 走出毒瓶这个捆绑的时候 很感谢神 神在我人生这个时刻 给我开了一条新的路就是 可以帮我放下一张吗 就是让我能够走到晨曦会 所以这个时候让我认识了晨曦会的神 那晨曦会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 是那个叫使人复活 使无便有的神 我今天来最主要我要讲的见证就是 我但愿在各位戒毒村的弟兄姐妹 让你知道一件事情是 这个神祂是真神 祂是真神 祂确实能够帮助我们从黑暗入光明 祂可以帮助我们从死中可以复活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并且呢 祂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在我进到晨曦会的时候 我开始做了一件 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我是一个不喜欢念书的人 但是呢 我从那个时刻开始 我开始读圣经 我开始读圣经 所以我在这边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在戒毒村的时候 你一定要开始学习这一档事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过去都不喜欢学习 我们可以在晨曦会 我们可以在戒毒村里面一天过一天 好像是似乎我们跟时间有仇 我们一定要把它消耗掉一样 但是我今天鼓励各位从学习开始 五分钟开始读圣经 所以我要鼓励各位 这亲爱的弟兄嘛 你们却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面祷告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面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 我们唯有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也唯有在圣灵里面祷告 才能够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面 并且能够让我们因着神的道 认识我们自己以后 认识自己的贫穷 认识自己的有限 以至于我们可以仰望主耶稣 基督的怜悯 就如同 我们能够引导我们到基督的面前 仰望基督的怜悯 一路上在走这条戒毒的道路上 我们开始学习读经 祷告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你在戒毒村 我真的鼓励你要做一件事情 在戒毒村里面时间很多 时间很多 那你必须要把握这个时间 学习 开始学习 并且学习读经 学习祷告 大量的读经 因为我在晨曦会里面 虽然我记得我在台东村的时候 九个月 因为某一种家庭的因素 所以我离开了 但是那个九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从第二个月开始 我开始读圣经 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一直到晚上就寝 我几乎都在读圣经 所以这段时间给予我的生命 生命的根基 打下了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在晨曦会里面 读经 祷告 一定要好好的做 确实的做 而且这是一个不得不学的事情 不得不学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神透过 上帝会透过他的话语 用圣灵引导我们思想上帝的话 以至于你离开村子以后 你软弱了 你彷徨了 你无助了 神仍然会用他的话语 把你引到 再次引到教会里面 或引到他的真道当中 好 那我 因为我在晨曦会 九个月当中 后来我就离开了 离开以后 我继续在吸毒 继续在吸毒 那吸毒 我仍然 海洛因 一直吸吸吸吸 吸到最后 神很怜悯我 神很怜悯我 后来我吸到最后 我海洛因我不敢吸的 因为每次吸海洛因很痛苦 但是我就把海洛因给戒掉了 戒掉以后改吸大麻 改吸大麻 所以我只是 不是借了一样毒品 又换了一样毒品 但是神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在我最后的时候 在十几年前 我在我工作生意失败 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很大挫折 所以我就再次悔改 悔改回到教会 回到教会以后 我唯一能够做的工作就是只有赌博 只有赌博 因为我过去我从高中毕业一直到出社会 我唯一会做的工作就只有赌博 因为赌博收入是最快的 那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 他说当我回到教会的时候读圣经 他说从前偷窃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亲手做圣经事 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就跟上帝祷告说 上帝啊我什么都会做 就是不会做圣经事 什么都会 就是老师没有教这件事情 因此我根本不晓得有哪些正经事可以做 那因此在那个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 跟上帝祷告说 上帝啊 我既然我已经信耶稣了 你一定要帮助我可以赚大钱 你给我正经事 你帮助我赚大钱 在我到祷告当中的时候 突然之间我心里面有个很大的感动 那个感动那个声音如雷灌耳的 在我心里面告诉我一件事情说 我要给你钱 你有那个碗可以装吗 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 我要回到福音的本质 就是借由福音的大能 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若是生命不对了 我有再多的工作都没有用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你能够在晨曦会 在戒毒机构里面 你一定要经锁这样的一个原则 透过耶稣基督为世人上十字架 拯救世人从黑暗的权势 进入爱子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恩典 透过他复活的大能 试给我们新的生命 除此之外 你不要再去找其他的事情了 我简单一点讲 就是说 全能的上帝 难道他没有办法提供你工作吗 全能的上帝 难道他没有办法引导你前面的道路吗 我刚有讲过 福音戒毒的本质就是 把戒毒这件事情交给专业的来 交给专业的人是谁 就是上帝本身自己 上帝说 我有福音的这条路可以改变一个人 那因此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好好回到福音的本质里面 去思想说 我应该如何让我这个人生命改变了以后 自然你开始你就能够去做正经的事情 那因此我在那时候 因为我们家是住菜市场 我就回到菜市场 我也不晓得应该做什么 我记得我第一天在菜市场摆摊摊子的时候 因为我只知道做正经事 我什么都不会做 在那边摆摊子 第一天在菜市场 那么多人 我进来只卖一百块 那一百块还是一个 教会的姐妹走过去看到我说 这个好像是教会的一期兄捧场一百块 就这样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唯一想要的事情是 我真的不想要在这边摆摊了 因为差太多了 跟我过去在做赌场的生意差太多了 那因此呢 但是呢 我就不断的祷告 不断的祷告 感谢神慢慢的学会做手工工丸 手工工丸 但是呢 手工工丸 开始做手工工丸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个挑战的开始 因为卖手工工丸的时候 我的对面刚好一个做工丸的大姐 哎呀 通行相继 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从我第一天开始工 开始卖工丸开始 不断的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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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说 我就嘛 是好好的要做一个正经事而已 为什么你不给我机会 我就好要做一个正经事而已 然后我又没有想要跟你有做任何竞争的行为 为什么你要这样不断的骂我 然后刚好 我感谢神 神是一夜怀一夜的神 神知道我会面临这样的一个试炼 所以因此呢 他早就在之前就预备了我的心 在那个 在这件事情以前 我看了一部电影 它叫背号42号 背号42号 这部电影就是 他讲的是一个大联盟的故事 背号42号 这一个人的主角 他已经变成是每一年大联盟都要去纪念的这个主角 当时呢 他这个故事的原有就是 一个大联盟的起初 全部都是白人在打球 所以他是不准黑人 在那个年代是不准黑人去打球的 但是刚好有一个道具队的老板 他是基督徒 他也是白人 他认为人生的平等 怎么可以不让黑人来打球呢 因此呢 他就找了一个球技还不错的黑人来打球 但是他跟他邀请他来打球的时候 给他高薪 很高的薪水邀请他来 但是那个老板跟他讲了一句话 想说 我邀请你来打球 我这么高薪聘请你 除了因为你的球技之外 但是我要要求你做一件事情 我才会让你进入我们的球队 他就问说老板 你要我做什么事情 他那个老板就跟他讲说 不管这些白人怎么羞辱你 不管这些白人怎么侮辱你 你都不可以反击 那个黑人听到这句话说 怎么可能 他就问老板一句话说 老板 难道你要叫我当一个没有勇气反击的人吗 那时候老板跟他讲说 不是 我要叫你当一个有勇气不反击的人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才思想一件事情 原来我们过去那种暴力的脾气 我们过去那种很喜欢用拳头去解决事情的 那一个我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懦夫 因为我们暴力的脾气 就证明一件事情是 我们没有能力去处理我们人生的问题 我们只能用什么 用脾气来表达 所以因此球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从这件事情看到说 我们不要以自己的坏脾气而自夸 我们乃是要用靠主的恩典 用主所示给予我们的勇气 不去反击别人给予我们 在我们身上的那些辱骂 那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了这段经文 在这个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是当耶稣当彼得拿起刀 把一个罗马兵定的耳朵削下来的时候 耶稣告诉彼得说 收刀入敲吧 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耶稣说你想 耶稣告诉彼得说你想 我不能求我父为我差遣 十二银多的天使来吗 若是这样经上所记 事情必须如此的话 要怎么应验呢 所以我们到门看见 耶稣他自己本身 他有权力差遣十二银多的天使来保护他 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 他放下了他原本上帝所赋予给他的权柄 那因此呢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原来在真理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 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就是我们有一种新的权柄 就是放下权柄的权柄 我可以反击 当我面对这样无尽的羞辱 无尽辱骂的时候 我可以反击 但是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发现说耶稣他并没有这样做 他没有使用他的权柄 因为原来我们过去 我们不断的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权柄的时候 我反而被这样的权柄而捆绑 我们认为我有的自由 我认为我有解决 我有应用自己人生的自由 但是那到最后他只会变成是一种捆绑 然而今天真理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就是让我们得到一种新的权柄 就是可以放下自己的权柄 后来这个大姐她这样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每一次只要他看到我就不断的误辱 不断的辱骂 但是感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不断的靠主得胜 因为当我在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非常的痛苦 因为我认为说 因为在我摆摊的旁边的几位摊犯 都不断的告诉我说 你这样人家这样羞辱你 你怎么可以都不要去反击呢 你要让你再这样不断的欺负你吗 人家给你露面 把你给你看到吗 但是所以我在我们过去的价值观里面 我们觉得这样是一个很羞耻的一件事情 但是然而 当菲利比书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保罗说 照着我所切勿所盼望的 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因为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这是为了要活出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 因此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在整个煎熬的过程当中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要靠主的恩典 反正啊 就毛起来活出基督 然后只要凡事放胆 不管怎么样 不管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在戒毒村的时候 我鼓励你 你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将你生命的目标就建立在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所以我要讲信耶稣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思想就是说 我的人生目标到底要建立在哪里 我要当传道人还是要做生意 其实我都觉得我都想太多了 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而且在这段经文里面看见说 保罗说的一件事情 你只要祷告 照着你所切勿所盼望的 没有一件事情会叫你羞愧 神会引导我们每一个人 在戒毒的这条路上 是你够用的恩典 是你够用的勇气 是你够用的能力 好叫你立定一个目标 就是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好那我要讲就是说我们常讲说可以帮我再放一下 对 常讲说我们基本上在这个 在这个与这个麦共瓦的大姐之间的这件事情里面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煎熬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这段圣经说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因为坦白说 虽然我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说 我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但是我就是做不到 我每天晚上我只要想到这一个人 他那个嘴脸他这样羞辱我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痛苦 非常痛 我知道我要饶恕 我知道我不要反击 但是我就是做不到 一直当我做不到的时候 我才思想到一件事情说 原来他这个麦共瓦的大姐 他也做不到 他也没有办法不这样对我 他也不想在别人面前把自己表现出 一副好像泼妇的样子 对不对 但是他也做不到 那因此呢 我就给自己一件 告诉我自己一件事情就是 原来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不这么做 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一定要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证明自己的加持 来让他的客户不要跑掉 所以愿神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在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透过 我们在戒毒村里面 我们在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当中 我们已经很多时候用心理学 我们用同理心 来教导我们对了与人之间的相处 但是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鼓励各位同工 我们不要用同理心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 用同罪心 什么也是同罪心 因为我们同样都是受到罪的瑕疵 跟捆绑 以至于我们脱离不了那种老我 脱离不了那种肉体的瑕疵 因此我们才如同保罗所说 立志为善 由得我执行出来由不得我 愿神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所遇见的这个困难 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在戒毒村的时候 你遇到的不是你想不想做的问题 你遇到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困难 就是说今天在戒毒村 我先讲我这个见证好了 在那个信耶稣以后 我回到教会 生活当中不断的就是透过圣经的话 给予我的光照 以至于我生命要如何去改变 所以在当时我在程序会里面 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不可以抽烟 所以当我回到教会的时候 我除了不吸毒以外 吃喝嫖毒 我还是仍然样样精通 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搞了很多的事情 那有一天呢 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要 有人就邀请我去监狱去上课 去上戒毒班的课 那去上戒毒班的课 就去讲见证 那讲见证的时候都很心虚 因为都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抽烟 但是呢 自己从监狱的门一走出来以后 一上车就抽烟 哎呦 觉得说自己好像有点快要 精神分裂一样 告诉别人不可以这么做 自己却这么做 那有一天呢 我就一直想跟上帝祷告说 上帝啊我不想要再抽烟了 我很多时候让自己是用自己的意志力去克服 戒烟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想说 两三天以后又抽烟了 那有一天呢 我就拿到一本书 我就到处去找属灵的书 如何帮助我可以戒烟 如何可以帮助我戒烟 然后有一本书刚好是帮助你戒烟的方法 哎呀我就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好像一个葵花宝典一样 所以我们要很快的把它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以后 他的宗旨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要戒烟成功就是要禁食 要禁食祷告 哎我就真的禁食祷告 真的禁食祷告 结果我禁食祷告了三天以后 这三天里面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吃 我只有抽烟 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很好笑的一件 所以在那个时刻开始 我就知道说 我不要用我自己的行为 去勒索上帝说 因为我已经禁食了 所以你要赐福给我 让我能够不再抽烟 那一直在那个时刻 我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以后 我就开始跪在上帝面前 不断跟上帝祷告 神很奇妙 神听见我的祷告 在我有一次祷告完以后 我就完全就不会想要去抽烟 但是我生命当中仍然有太多的问题 在赌博 喝酒 情色的事情 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因为我每一次读圣经 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扎心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很痛苦 也很痛苦 我就走到海边去 在海边的时候 在那个夕阳底下 没有夕阳伴我归的那种很好的歌声 只有很艰牢的心灵 那我就在夕阳底下看着我的影子 那个黑的影子 我告诉我自己说 站在我这里的人是我 还是底下那个黑影是我 那种极大的痛苦 在那个时候 我在夕阳底下跟上帝流泪 我说上帝啊 要么你就让我读不懂圣经 要么你就改变我的生命 所以在那个时刻 做了这个祷告以后 神很奇妙 开始一些坏的习惯都改变了 都改变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 你在戒毒村里面 一定要好好的祷告 一定要好好的祷告 神是听祷告的神 神是听祷告的神 愿神帮助我们 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愿纳 你只要愿意 你愿意按着上帝的旨意去行 成为神喜悦的孩子的时候 神就必然要成就你的祷告 好那我要讲就是说 当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就是不服神的律法的 那个部分的时候 我要讲就是说 今天我们在戒毒的时候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 你可以帮我把屁股提往上面那一段吗 经文 对这些经文写说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那在呃 各位在戒毒村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戒毒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 生命改变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 是你根本不会想这么做 因为我们不服神的律法 而且也是不能服 所以戒毒的这件事情 不是你可以不可以的事情 不是你能不能的问题 不是 是你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 是根本就是你愿 就是你能不能的问题 什么叫能不能的问题 能不能的问题就是 我今天根本没有能力去戒毒 那在能与不能当中 它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 就是有没有 什么叫有没有 就是有福音跟没有福音的差别 你有了福音就有办法戒毒 你没有福音 你不过只是在改变毒品的形态而已 你认为说比较伤 你会去碰那个比较没有伤害性的毒品而已 但是基本上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人 改变吸毒的这个成瘾性的一个很严重的瑕疵 所以愿神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从这段基督明明就看到说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是我不愿意服 然后第二是什么 我也没有能力服 我也是不能服也就是说也没有能力服 所以但愿神赐福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去解决毒品的这个问题以后 我们才能够靠神的怜悯去改变我们的生命 好 那我在这里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在戒毒村的时候 我用这段圣经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型的人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上的手底 我屡次告诉你们 现在有流泪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都夫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利地上的事为念 我在戒毒村 我今天待着时间跟我现在在戒毒村上课的过程当中 我会发现 监狱跟戒毒村他有一个共同的样子 共同的人存在 就是说 有些人很认真 有些人整天在那边吹嘘他过去 怎么样酗酒怎么样吸毒 他过去有多少的丰功伟业 一天一天的去虚度他的光阴 然后呢 并且他们不只这样做 他们还去取笑那些很认真的人 所以我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在戒毒村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 不只去读圣经 然后呢 还要去 如同保罗所说 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效法保罗 还要什么 还要留意看那些造我们榜样型的人 那因此你在戒毒村的时候 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除了读圣经以外 你除了读圣经去看见保罗 他生命如何改变之外 你还要做什么 留意去那些看那些很认真的弟兄 还有什么 还有那些牧者传道通工们 他们过去他们的生命是如何走过来的 信仰的路程不容易 戒毒的路程很困难 你只要稍微一不小心 你就走回头路了 所以但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今天在戒毒村里面 去效法 并且留意查看那些按着保罗榜样型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在戒毒村里面 他们什么事都不做 整天只是去拉别人的后腿 那天我在戒毒村里面讲说 这样的人他就好像是一个什么消防员 大家很认真很火热的 他在那边念书的时候 总是有一些人他搞了一堆的事情 去把他灭火 所以我要鼓励这样的弟兄姐弟兄们 你们要好好悔改 因为当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 因为这许多人他们行事 是基督十字架上的仇敌 当然他这边讲的是假师父 但是我们在戒毒村里面 就是会有这样 他们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就是要把人从基督在往上走的 那个努力的路程上把它拉下来 所以他这边有讲说我屡次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略的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所以保罗他在这里的时候 他为什么他是说 我又流略的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是沉沦 就是保罗他很怜悯 他很难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存在在教会当中 所以我相信在戒毒村里面的同工们 在戒毒村里面的传道们 他们也是这样的态度就是什么 我现在流略的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所以我们不要在戒毒村里面 当一个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也不要去让自己的结局走入沉沦 因为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都父 我刚刚有说过 当你今天在戒毒村里面 整天浪费你的时间 在吹嘘你过去有多少的风光伟业的时候 你不过是只是在喂养你自己的情欲而已 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在戒毒村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想说今天我只要不努力 今天我只要不学习 我唯一换来的代价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后悔 一而再再而三的那种对于你过去所没有做的事情的那种遗憾 所以他这边有讲说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你地上的思维念 所以我要告诉在戒毒村的同学 的弟兄 如果你在里面整天在那边吹嘘 如果你在里面 以一直用你自己好像你很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 去取笑那些正在努力的人 我要告诉你你不是很厉害 你只在表现出你自己的羞辱而已 所以我丹愿每一次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总是要告诉我自己 我丹愿我自己 我不要成为一个陪伴我 关心我的流泪的祷告 为我流泪祷告说我的结局就是沉沦 所以但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戒毒村当中一同效法保罗 然后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型的人 在陈希薇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传统 就是陈希薇他不断的做一件事情就是榜样榜样榜样 我要讲就是说今天我在陈希薇虽然没有 没有很长的时间 但是当我离开陈希薇以后 我一直关注陈希薇的消息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 陈希薇给予我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一个基础 就是我不断地去思念 不断虽然我仍然在吸毒里面 但是我不断去思念 我在陈希薇里面所学到的一件事情 那后来有一次 有一次我跟刘米尔牧师在 在雲林监狱的时候 然后我跟牧师讲说 我们来做一个调查 在监狱做一个调查说 认识陈希薇的有多少人 后来发现他说好像也不到一成 那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开始跟牧师讲说 好我从现在开始 我要在监狱里面 好好宣传那个陈希薇的事工 可以帮助陪伴这些在监的同学 能够一起来透过我们的陪伴以后 或者引导到陈希薇界独村里面去 所以我们就设立了协会 设立了昂首协会 那昂首协会的精神呢 就是陪你走等候你昂首 什么叫陪你走等候你昂首 就是不断的陪伴他走 我们不是说我把福音传给你以后 我们就不再去陪伴你 不再去跟进 我们就是一直以来 就是用更进的方式 透过接见 透过各样的方式 来让他在信仰上更多的根基 第二我们昂首的信念 就是不心爱心欢不回 什么叫不心爱心欢不回 我特别要讲这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是 刘明的牧师自己也不知道 他在我心目当中留下了 刻画了这一句话 因为我记得 我在陈希会的时候 第一次离开 是因为跟里面的弟兄打架了 我是公亲变属住 所以我那时候也不是真的要打架 就是劝架劝到最后自己动手 然后以前陈希会的 规定里面就是 你只要一打架就是要离开 就是要离开 但是那时候我很乖 我知道曾妈妈她也不想让我离开 我知道所有的痛苦 也不想让我离开 但是在迫于规定的 那个村子里面的规定 我就离开了 但是当我离开回到家的 一坐下来 马上接到牧师的电话 牧师的电话 他说你马上到台北找我报到 然后我就坐着车 又回到台北 牧师隔一天马上带我回到台中村 他回到台中村的时候 他就召集所有的同工跟弟兄 他讲了很多很多很多 我都忘记他讲了什么 但是他只讲了这句话 我把他记下来了 就是他说 我不信爱心换不回 所以在那个时刻 这句话 如雷灌而照我心目中 我想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牧师会这么的爱我们 那因此我把这句话 成为我在福士里面的一个信念 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不相信福音的大人 不能改变一个浪子的心 我觉得不相信耶稣基督那永不止息的爱 换不回一个吸毒者的心 那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事工当中 在监狱的事工里面 陪伴更多更多在被毒品所捆绑的人 以至于我们能够透过我们协会的这样的资助跟陪伴 能够带领更多人来到陈希薇 来到陈希薇 让他们可以认识陈希薇 这样的一个福音机构 陈希薇一直让我觉得我很佩服的一件事情 跟我在我在我服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 就是唯独福音 唯独福音 所以在很感谢神在我几年前认识陈俊的牧师 他不断的跟我强调这一点 好像师傅在跟我讲说 你就是再怎么样做 你就是不可以离开福音 对啊 所以我也是算是蛮听话的 蛮听话的 但是我们就是坚持陈希薇的传统 就是唯独福音 好 好 最后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也鼓励同工 我们在陈希薇的扶持里面 我相信大家都很辛苦 所以我但愿说大家必至鼓励 在今天的分享里面 我一直认为说 因为我的生命当中 我的生命历程跟陈希薇的同工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一直没有办法在陈希薇的体制里面 受了整全的装备 虽然是我的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遗憾 但是感谢神也让我在这个当中 在这个当中 我 在神让我不再吸毒以后回到教会里面 面对生活工作的挑战的时候 我才发现要说真的很困难 真的很不容易 我举一个例子 我记得我在卖工丸的时候 卖了一年 有一个阿姨跑来跟我买说 跑来跟我讲说跟你买一百块工丸 我就很开心的卖给他一百块工丸 那个阿姨拿了一百块工丸 他也不走 他就跟我讲说老板我告诉你 我观察了你一年才跟你买一百块 我在那边撂头 说奇怪见鬼了 阿姨你怎么 为了买一百块 跟我观察了一年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就问他说阿姨 你为什么跟我观察一年才跟我买 他跟我说 因为你隔壁你左右邻居 都说什么 都说你在吸毒的不可以跟你买 那时候我才知道说 原来一个吸毒背景的人 他重新在社会上站立起来 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唯一能够靠的就是上帝 唯一能够靠的就是上帝 那因此在那个时候 当阿姨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原来我坚持过来了 因为在我从事政经行业的时候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我一个月的收入 甚至于比不到以前三天的收入 所以我每一天要做生意的时候 除了要面对那个大姐对我的辱骂的时候 我还要去面对一件事情就是 我赚不到钱 每一天的挑战就是我想要放弃 但是当我从圣经里面看见说 耶稣他从来没有放弃 耶稣他不断的坚持下去的时候 我就相信说当耶稣做到了 他也必然会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 所以我相信各位弟兄 你当你在戒毒村的时候 我要鼓励你 有一条路你绝对不可以选择 就是离开陈希薇这条路 你今天在里面你不努力 你一定会遗憾 你离开陈希薇你一定会遗憾 这是我鼓励你的 所以那天我跟一个弟兄讲说 一个弟兄说他想要离开 我就跟他讲说你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选 你遇到困难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选择 就是不可以选择离开 不可以选择放弃 所以但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赐福我们 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 成为一个坚持不放弃的人 今天我的信息是死人和睦的人 过去我们因着吸毒 我刚才有说过 我们造成的伤害 我们造成的遗憾 我们造成家人 他们无止境的痛苦 但是我们因着信耶稣以后 落在基督里 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有这样的恩典 我们有这样的恩典 可以说今天我们可以从吸毒的人 造成伤害的人 变成一个什么 与神和睦的人 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能够与神和睦 第二 我们不只能够与神和睦 与人和睦以后 我们还能够扮演一个死人和睦的人 使我们生命更有价值 所以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你在戒毒村里面 最后我不断的要叮咛你 我的生命历程 在诚心里面 读经祷告 绝对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读经祷告是你必须 不只必须要去做 而且要很多很多花时间很多在这当中 他觉得上帝绝对会透过他的话 不断光照你的 光照你的心灵 上帝不断的会透过的话 来能够来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滋养 所以愿神赐福我们 那我们在诚信会里面当中 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 我们开始去学习一件事情 就是学习这件事情 我们重新开始学习 我们做不到没有关系 我们有一位可以听我们祷告的上帝 我今天我的见证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诚信会的神是真神 诚信会的神是有怜悯 有恩典就丰盛实在的上帝 你有任何的困难 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 最后我要总结一句话 福音戒毒就是把他交给专业的来 那个专业的就是 死无便有 使死人复活的上帝 愿神赐福我们 让我们今天在听见我的 听见我的见证的时候 能够让你看见自己说 我们是非常软弱的 我们是非常需要上帝的 非常需要上帝的联名 以至于我们能够 在走这条人生 未来人生的道路上的时候 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 做一个刚强的人 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 做一个坚持的人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我今天 我今天从澳洲 昨天晚上到香港 从香港回来台湾 一打开我的手机 我就看到了 蒙正是传道 给我一个line 他就说 9月3号 嘉义一些牧师团 要准备有一个案例 他为牧师的一个 一个牧师团 需要考 有考牧团 希望我能够参加 我说我当然乐意 一位 他是我们的弟兄 也是在主里面的同工 看到一个吸毒 戒毒 能够走上传道 专门在监狱里面 传福音 现在要被按理 成为神的仆人 牧者 何等的喜乐 何等的感恩 但是那一天 我是要去温多华的 后来发现他们是中午11点半 是晚上的飞机 所以正好能够赶上 那洪正是传道的见证 是我们所 一部分我听过 一部分没有听过 特别是他在卖贡丸 被人家骂 那真是非常煎熬 各位 想做一个好人 就好像在菜市场 被人家排挤 被人家骂 那如果没有耶稣的改变 那一气之下 他就可能会再去吸毒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 所以呢 我非常的感谢神 我想到洪正是传道 他是在福音戒毒 他除了在晨熙会 不是晨熙会帮你戒毒 是晨熙会的福音 在帮助人戒毒 如果没有把你带到主的里面 他没有在那个九个月读了圣经 他有神的道 成为他的根基 虽然 家里有事提早出去了 又吸毒了 可是那个根呢 在他的心中 圣灵做感度 使他能够悔感 真的忠心的来跟随主 还要服侍主 那种奋斗的力量啊 是需要神的 神的大爱 神的道 圣灵的感动 对他是 真是靠福音 那但是你说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 红阵寺传道这样 也有看到一两位 他们是这样 在外面靠福音 可是呢 大多数的都是 进到福音戒毒所 那会比较 有一个团体的生活 有一种操练 会比较 好一点的 就 所以呢 求主帮助我们 一个过来人 他就是 福祖婆心啊 去把福音传给 在监狱里的人 吸毒的人 又把他们 转接来我们这边的人 成了很好的一个桥梁 很好的一个 神的一个 无人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的题目叫 神为我们行的大事 我常在想这个大 一般人呢 都是看的多嘛 多就大嘛 确实呢 你看每一个见证人 集合起来 不是很多吗 很大吗 可是我仔细想这个 神为我们行的大事 是在讲到神的伟大 今天 在这个社会 我现在我就在澳洲 到了香港的时候 就有人说 哎呀 有人从澳洲啊 购卖毒品 被抓了在这个香港里面 那么 现在的毒品呢 世界都放弃了去戒毒了 他们都推动了毒品 合法化 除罪化 特别是西方国家 他们还发一些 叫做社会福利 那他们拿了这个钱 能够吸就吸 啊 没有吸在想 没有钱的话 在想办法 所以他也不愁 为毒瘾发作 特别很痛苦 就养了一群吸毒的人 来活着 所以我在澳洲啊 在西方国家的时候呢 我都去了一种安全注射室 他们说没有办法 帮这些人戒毒了 我们让他们用干净的针头 来打毒品 是让他们活着 不要得艾滋病 我说你们让他活着去打毒品 他说没有办法帮他们戒 但是呢 福音戒毒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帮助一些人戒毒呢 是让他靠福音活着 最后呢 就是进到天国的里面 进到天家的里面 那是两个窄囊不同的一个结果 一个目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 在我们的弟兄上面 真是 我再一次觉得 我以我的弟兄为我的弟兄 不以为耻 世人都认为没得戒了 可是是 圣经说在人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我们要坚决的来靠 神的大能 靠福音 那你说靠靠靠 用嘴巴来靠吧 一个就是要教育 教导神的话 没有自己不能教 不够教 还要请老师来教 唯有神的话 能够感动人的心 改变人的价值 有没有神的爱 能够激励我们 有没有圣灵的工作呢 才能够光照我们 使我们能够醒悟过来 改变价值观 所以福音建筑啊 要看重 怎么看重福音呢 除了讲 除了教 还要做 所以福音建筑坚持 要有一群爱主的弟兄 过来人跟非过来人都可以做 但是现在大多数都是过来人 因为我们切身的痛苦 深受其害 而现在我又讲到 这个三代的过来人 有些只是冰毒 黑毒 没有西方海洛因 西方海洛因呢 又已经 就是老一代了 那怎么样衔接起来 所以呢 既有福音 又有环境的这个管理 福音就是我们的生活内容 还要求主给我们同工们去学习啊 怎么样去跟 毒品 就是今天改变毒品的一些内容 或者是一些毒品的那种吸毒的方式 我们都还要去学啊 我自己都还要去学啊 一种新的毒品 当一个人吸的时候 他的感受 当然基本上一个罪人犯罪的都是一样 可是他的那个感受 我们要详细去了解 所以谢谢主 给这个洪政治传道 有美好的见证啊 保持 他现在有很好的家庭啊 又衷心的在监狱服侍 我们 祝福他啊 被主拣选 成为神的仆人啊 牧师 将来呢 更加的能够爱主 爱我们的弟兄 我也盼望我们 在线上的无论哪一个戒毒所 你在哪一个国家 也都要多听这个过来人前辈 他们所分享的经验 这是很宝贵的 谢谢 谢谢主 我把时间交给 交给 郡如牧师 谢谢 好 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传道 是在卖共玩时被呼召出来传道吗 你相信当一个敬钱的基督徒 努力跟神求就会 扩张境界财富大转移吗 来 我是在卖共玩的时候被呼召出来做传道 因为有一天 我就是卖共玩就是每天早上很早起床 然后卖完共玩以后就要去整理跟备料 那有一天在备料的时候就是 一直有一个感动就是 神一直要就是一直有一个感动就是 让我好像去看见很多吸毒的人 他们无助的在找毒品的那个过程 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慢慢 跟上帝祷告说 都是神的呼召 然后愿神来装备我 也帮助我能够 能够在未来传道的路上 能够得到神的恩典 那我最主要是我一开始呢 我在卖共玩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监狱里面服侍 我还没有在当传道人的时候 我就是在监狱里面服侍 但是呢 我在卖共玩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神学院里面念书 所以当时呢 我只是认为说 我对圣经 我读不懂也好 对圣经的知识 需要很多的加强 那因此我就先到神学院里面去修学分 那后来慢慢的慢慢的 神一步一步的带领 从监狱的服侍一直到在教会里面的墓会 都是一路上都是神这样带的 然后我相信当一个敬虔的基督徒 努力跟神求就会扩张境界财富大转移吗 我应该这样说好了 敬虔的基督徒是一个基督徒的本分 不是用我们的敬虔去换取上帝的财富 神要祝福给每一个人的财富是神的主权 神使用不同的人去做不同 有很多传道人他们很很认真的传福音之外 他还要靠自己的工作去养活自己 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基督教里面 在一个信仰的历程当中 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 把主权交给上帝 我们当尽的本分 当尽的本分尽到了 那以后的结局就是上帝来负责 所以一个人他是不是有 有很多财富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时候财富对一个人来讲不是祝福 我至少对我是这个样子 财富对我来讲永远不会是一个祝福 那我相信就是说 但是你说我不需要金钱吗 很需要我们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生活 但是我们今天慢慢的慢慢的 我们开始学会一件事情就是 金钱是本分 然后财富是上帝的主权 愿神帮助你让人能够不要用你的金钱 去要求因为你金钱 所以用你的金钱去要求上帝要给你财富 这样变成就是以行为 就是想要用行为来称义 用行为来换取上帝的恩典 这是上帝 常常牧师讲过一句话 上帝是不可以接受贿赂的 他是不能接受贿赂的 他不能说我今天给你好行为 那你就要给我什么样的祝福 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上帝有他主权 上帝有他的 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 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而且我刚刚有讲过说 基督教的本质就是什么 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专业的来 什么叫专业的 也就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知道我们生命当中 要走哪一条路是最有价值的 而且是最有意义的 而且是蒙神保守的 这是我的解答 好 第二个 好 请问伦贝乡属于偏乡 你是如何在伦贝寻找迷失的羊 偏乡其实都品人多吗 我们要怎么样去关怀传统信仰的铃舌 伦贝乡它是属于偏乡 而且它基本上在那边传福音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刚被呼召到伦贝去开拓教会的时候 基本上我也是什么都不会啊 然后我也不晓得怎么办 而且从零开始 我们教会就是只有我跟师母 跟我的岳母三个人 然后我就是白天早上在菜市场卖共玩 下午就到伦贝去发我的见证 然后你说我们要 所以我在在伦贝的时候 一开始就是先宣导 戒毒的见证以后 然后我们透过我们的一些 夏令营的活动完以后 我们就办了一些讲座 那讲座一定是跟毒品有关 那后来 因为我们办了这些讲座以后 就有人来听了以后就说 既然有教会可以帮助人戒毒 帮助人戒酒 戒毒博 所以他们就来到教会寻求帮助 感谢神 神很奇妙就透过这样的 慢慢的慢慢让我们接触到当地的民众 那我们要去光怀传统信仰的 现在我在教会里面推动一件事情就是 透过公益反读 来让这些当地的乡亲 他们来到教会参加诗歌比赛 唱歌比赛 然后透过诗歌来传扬福音 并且让他们来到教会以后 用过在教他们唱诗歌的过程当中 让他们明白基督教的文化 以至于因为在我们在轮背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对基督教信仰是很排斥的 很排斥 所以我们可能要更忠心的方式 但是呢 基本上我们就不脱离福音的原则 那我们要怎么去光怀传统信仰的 传统信仰的灵舍呢 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需求 我知道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有钱没有钱 每一个人在他心灵深处一定都会有很多很 黑暗黑暗面很多的困难 但是如果让我们认识以后 我们就不断的去光怀他 我刚刚有讲过一件事情 以刘明的牧师 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一句话就是 不信爱心换不回 我去陪伴你 基本上我不一定要 就是说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去 马上叫你来信耶稣 就是我们就是不断的去爱他 不断的去爱他 爱到有一天 神如果哪一天时间到了 他就会自然来信耶稣 好 彭妈妈的孩子 今年三月才被家人发现吸毒 现在幻听幻觉 在家讲话电山导视 可是医院也不收他 现在在家里也不愿意来报名面谈 请问无助的彭妈妈应该怎么做 这也是 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很想问的问题 你说 我现在就是我们唯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祷告 就是祷告 陪伴跟祷告 我相信基督教陈希会他本身也没有那种 我们也没有 也不是一个 法律的一个就是 政府的机构也没有强制力的 我们基本上也是尊重 戒毒者他的意愿 但是基本上 我相信一个人 我刚刚有说过 人他不愿意去服上帝的律法 也是不能做 所以他基本上对于 一个希主人对于要来戒毒 他是很排斥的 至少我陪伴的每一个人 几乎都是排斥的 我们要经过很多 但是我只相信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去 告诉他说有 陈希会这个戒毒的管道 然后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始 但是我要鼓励 妈妈 鼓励彭妈妈 你去参加那个陈希会的家属团契 我相信家属团契会给你很多的支持 跟一些过来人他们的分享 但是至少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你可能要在这个孩子的经济方面 要给他 让他能够 不要再提供他经济方面的资助 我相信会比较好一点 但我们要多一点祷告 多一点祷告 让上帝来做事 请问你除了辅导吸督者以外 是我辅导过病态赌徒 赌徒 我也是一个 我本身就是一个赌徒 本身就是一个赌徒 但是你说辅导过吗 我在 陈希会里面我也有转介几个 因为赌博成瘾的 特别是现在线上赌博 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以前在做赌博电玩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就是在设计那种线上的赌博 所以这种 他本身 他就是一种 他本身就是一种 要让你上瘾 透过他很多的方式 来让你 让你对赌博这件事情成瘾 那我们有辅导过也陪伴过 但是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瘾 赌博的瘾 吸毒的瘾 网络的瘾 唯一能够方 唯一解决的方式就是透过福音 这是我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一个信念 所以呢 当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 有遇到赌博成瘾的 我就是辅导陪伴他 让他愿意来戒毒 把毒品给戒掉 所以我本来是鼓励他能够进到村子里面来 现在陈希会感谢主 陈希会也愿意来接纳赌博的 这样一个成瘾者 能够透过陈希会福音戒毒的陪伴 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好 下一个问题 请问红传道身为一个福音戒毒过来的人 请问进入婚姻对你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你的妻子当初如何愿意嫁给你的 不会担心吗 想听师母的见证 师母 哈 师母喔 不是因为师母认识我的时候 基本上我已经 比较乖一点了 所以他基本上也没有担心很多 那可能就是 哈 进入婚姻对你的价值 与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 对我来讲 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一个过来 戒毒的过来人都一样 对于我的价值跟意义就是 我很感谢神 这是至少 师母对我生命的肯定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 然后第二个价值就是 我在整个婚姻里面有他的陪伴跟服事当中 有他的一个帮忙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股动力 然后我的妻子当初愿意嫁给我 会不会担心 这个我没有问过他 但是我想当时他应该是也 师母的不怕牵 就是根本不晓得说吸毒的可怕 我太太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他不晓得吸毒的很可怕 但是我知道有某一个人去告诉我岳母说 你怎么敢把你女儿嫁给一个吸毒的人 这个是我我觉得是 但是我岳母她那时候也讲说 因为那时候我大概都已经生命 慢慢都已经改变 然后再交位去认识我妻子的话 那时候她才跟我结婚 所以基本上她当时可能没有想到那么多 好 好 好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好 好 谢谢 好 我们谢谢 谢谢 洪传道的分享 不晓得线上还有没有问题要分 要 要问的 好 这里 好 请问朋友的孩子成天在家里上网啃老 但不至于打扰自己担心母亲的生活 他除了出去买吃的也不出门 好 那该怎么办 其实这个问题是通常大部分都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她孩子在家里面成天上网啃老 好 那我们可能 我相信妈妈看了也会心里很难过 好 但是想 可是她就是 她就是 每天这样子 那 那你有没有办法 我在想说 妈妈可不可以说有一些金钱上的一些节制 譬如说 你要不要给她钱 那你要做什么 你自己去想办法 我以前 我以前在吸毒的时候 我说实在的 如果我们家人没有把房子卖掉的话 我可能到现在都还在吸 那时候我们是我妈妈去到美国 然后我姐姐把房子卖掉 真的都没有依靠了 没有地方去了 没有地方去了 那个四处流浪 然后最后才来到陈希会 因为那时候陈希会是免费的 那就想说 其实一个人在外面流浪是很痛苦的事情 我相信也没有人喜欢 我自己本身也不喜欢 所以那时候当我知道流浪很久了 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想找到了陈希会 有一个地方可以住 那时候就非常珍惜 非常珍惜在陈希会的日子 所以我想是需要有些手段的 那当初我的家人也是不知道 也不知道要怎么帮助我 那就是我要钱 他就给我钱 然后我去陈希会借钱 他就帮我还 然后尽量尽量说 会供应我的支出 是因为我姐姐带我到陈希会的辅导部来报名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张淑媛传道就叫我姐姐 都不能给他钱 然后都不能都要把他钱都要管制 然后他如果要求什么都不用配合他 就叫我姐姐 那时候我心里非常弃张淑媛传道 但是我现在觉得非常感谢他 那时候如果他不是这样教我姐姐 我可能到现在都还在吸毒 那时候我姐姐后来就完全在金钱的方面 都把我有一些控制 那其实把人逼到后来没办法的时候 我们就想起真的 没办法就是四处流浪非常痛苦 那想起就有陈希会有这个地方 所以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到戒毒村的时候 我都还蛮珍惜在戒毒村的生活 我甚至还跟洪牧师说 如果有一天我犯错了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因为我真的不想出去流浪 所以我是非常珍惜在陈希会的日子 不像我们现在劝我们的弟兄说 你不要出去不要出去 大家都 很多人都是讲一讲 然后就接着就走了 走了以后呢 过没多久又来了 好像是有点很方便这样子 但是我要说的是 走着走着有时候真的就回不来了 当然陈希会都愿意 只要你愿意回来我们都没问题 但是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会不小心 甚至有时候就走不回来了 所以我也是奉劝各位要珍惜 珍惜在戒毒村的日子 其实如果真正降服在耶稣基督里 那种日子不会枯燥无味的 是非常享受的 所以我在想说还是需要一些手段 我还是建议这个母亲 你应该来参加家属团契 家属团契 家属团契我们有彼此的带导 彼此的分享分担 其实我觉得 就我观察 就我认识的家属团契的里面的 弟兄姐妹 我有认识一个姐妹 我觉得非常棒的是 她本来 她的孩子到现在怎么样 她也不知道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她在家属团契里面 她认识的信仰 她开始不再以她的孩子为中心 当你一个人一直 绕着她孩子为中心的时候 你就被她捆绑了 那等于是你的偶像 如果你今天能够把这个抛开 然后专心仰望神 以神为中心的时候 那是整个生活是会不一样的 我会发觉说 她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改变 但是这个妈妈她生活是得到改变的 因为她认识独一的真神 她认识这个信仰 所以她能够在这个信仰当中 能够去过好自己的生活 那其实她这样子过好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也会改变孩子对她的看法 所以我们陈希会的家属团契 还真的是蛮有很多人 妈妈先来家属团契 然后爸爸妈妈先来家属团契 过了没多久 她的孩子也跟着进到陈希会 其实是有一定的脉络 所以我觉得家属团契 是有一定的功能在 我想说这位妈妈 不妨试试看 来到这个信仰群体 我们这信仰群体就是大家彼此的帮补 一起带导 然后重要的是 你要认识耶稣基督 因为你需要这个福音 所以我只能这样子建议 只有这个方法 好 好 我不晓得线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好 我们真的很感谢神 洪正志传道 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其实我记得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那后来刘牧师 那时候是在疫情当中 刘牧师她有去云林监狱步道 就跟洪正志 然后她有跟她说她以前也是陈希会的 我记得有一次刘牧师就跟我说 她说你有空 你要常常去关心一下 这些偏乡的同伴 那时候像洪正志 还有我们的玉洋牧师 很多人他们在偏乡那边 我那时候觉得说 我牧师真的是 就是有那种心惨 就是她说我们弟兄 然后她就说你去 你要常常去关心他们 所以我很乐意去跟他们聊天 去找他们 也很好的洪传道会带我吃便 云林很好吃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感恩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连结 当然她刚刚有提到说 我觉得洪传道真的是对更生人非常好 很有负担 她一直想要把这些人能够带出来 但是有时候因为 有想说可以帮助他们 我一直在强调说 其实工作真的没办法救人 你在一个 你在资助他们做任何的工作 他们生命没改变之前 那边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一直建议她说 好不好你把建议的人带出来 你来到陈希卫 我们帮帮你带训 让她能够在那边生命改变 然后接下来最好是 当然我是一直希望她能够最好是念书 念完书 然后如果你愿意再 要回去 要有负担 要回去你那边 这都没有问题的 其实我们是乐意看到一个人 在耶稣基督里被改变 然后让上帝使用 刘牧师也是有这种观念 就是你在哪里都没有问题 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 所以我们是很有国度概念的 不一定你在陈希卫以后 我们就一定要把你留在陈希卫 其实你在教会我们也非常高兴 因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 所以在教会也很好 所以我们有这种想法 我就跟传道沟通 我们说我们尽量 你尽量把人带出来 我们尽量安排 当然也感谢神 他也很热心的 所以我还记得好几次 他都很积极的想要把人带进来 然后他要帮他们付保证金 还要帮他们付零用金 我都觉得他真的是非常棒 很替这些人着想 很替他们着想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 所以我觉得我好几次去他们教会 从没有人到现在慢慢 有些人慢慢多起来 也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也看到他们的儿龙主义学 也看到他们在社区做的工作 然后也看到监狱在做的工作 其实都非常的感恩 我觉得这是我们就要学的 上帝如果开派我们在那个当中 我们只尽我们的力量做 我们尽力的做 尘是在于神 所以我想这个也不 没有 我觉得教会没有什么大小的 没有什么大小 因为做的本质是一样的 而你看在偏乡 就算你再有能力的人 如果你去偏乡看看 也是困难 他们从无到有 不过我感谢神 当然上帝也在这当中成就了大事 我看他很积极的在 像他有时候我们办步道会 他我们也跟他配合办过步道会 然后也他也常常在社区当中 有办了四个比赛很多的活动 为了就是要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他常常还有在偏乡的时候 还有去探访 然后不仅把人送到 送到我们陈希未来 他也去关心他们陈希未 在乡下的家属 所以我们这样的互相配合 我相信就是要把人 带到上帝面前 也就是说我们常在说的 只有福音 没有别的方法 就只有福音可以帮助人而已 你不用想说 世界上很多的学问 可以帮助人 不可能 因为我们都试过了 我们是真正的是 经历到福音的大能 然后我们也是读经 祷告 当然牧师刚刚有强调说 不是每个人都像洪政治这样 可以住几个月 就会了 不是最好还是一样 在制度里面 在一个群体里面 在我们陈希未里面 你看就像按部就班 在陈希未念完 在在戒毒村里面 然后两年以后去念戒毒学院 当然我常常说 不是叫你守这个规矩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认识耶稣 跟耶稣有那个关系 当跟耶稣有了关系以后 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 真正的认识神 那种是心灵气额的认识 不是那种在感官的体验 不是在那种头脑上的认知 而是真正的跟上帝 有交流心灵气额 真降服在耶稣基督里 那么你就可以把你整个 你整个生命是完全交托给主的 那救有的生命 就在十字架里面死去了 然后你是得着一个新的生命 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 是在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所以我在说 是需要时间没有错 你想想看戒毒村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 哪一个人不是有二三十年的坏习惯 你出生多久 你现在几岁就有几年的坏习惯 因为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概念 就不是真实的 不是真理嘛 世界就给我们的 就是人本的 所以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 那怎么有可能说 几个月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不可能 他需要时间 他需要福音 他需要一个群体 让你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就像我们戒毒村里面 所以有个安静的地方 让你不受打扰 让你安静的地方 让你能够有按照我们的课程 我们的读经祷告 然后我们里面的 所处理的每一件事情 在街道村的生活 慢慢的一步一步 就把福音 就进到你生命里面 那这样子你就 这次你的生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你就会有改变 会有不一样 像我们以前 以前做的事情 可能慢慢的 你就会觉得说 以前怎么会这样做 因为那就是不一样 因为当福音进到你生命里面的时候 其实你整个是会翻转的 是会不一样的 所以是需要时间 需要一个群体 需要一个环境 所以这是我们福音戒毒 我觉得神在我们四十年 在为我们行的大事 就是让我们能够罪得到赦免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罪只有耶稣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 只有耶稣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让我们得着有赦罪 让我们能够得着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只有耶稣 好 求主帮助我们 好 我们不晓得 线上的弟兄姐妹 还有没有问题要问的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先来跟线上打个招呼好吗 我看今天线上还蛮多人的 我看到田中辅导所 田中辅导所 这红正寺传道是你们长级的老师 他这个礼拜有去吗 上个礼拜有去啦 好 还有爱福二村 爱福二村也很多是他的学生 都红正寺的学生 还有我们太北门训的 还有朝露山庄 平安平安 还有太北薩姆尔之家 还有台南辅导所 香港的龙宋团契 还有乙变一蟹 乙变一蟹 乙变一蟹一直在揮手 可是在跟红正寺打招呼 因为好像有学生在那边 有 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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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定你有一个学生在那边 主进 主进 主进有看到吗 有 有 有 还有台东村 台东村应该也有人认识红传道的 好姐妹之家 平安 还有昆明的晨光中心 还有 龙宋团契师母平安 还有晨光之家 荣椒 还有 走出埃及 走出埃及 还有美隆村 美隆村 美隆村 我记得以前 鸿传道也有送人去美隆村 我记得以前 鸿传道都还在 还有卖鸡牌的时候 都会寄到台东村去 好 还有苗二村 平安平安 感谢神 还有屏东辅导所 还有家属团契 还有尾瑶传道 尾瑶传道在线上 好 还有吗 尾瑶传道 平安 我们家属团契蛮多人在线上的 好 还有家会 平安平安 还有得胜之家 还有慕恩的培训中心 有爱光华协会 好 郑坤 平安平安 好 还有我们新加坡的同工 好 感谢神 好我们一起在线上学习 还有吗 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感谢神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来报告一下下次的课程 我们下次是邀请到8月12号 我们也是 我们是邀请到太北的 行政主任吴嘉厚主任 他是第五届泰国陈西门训毕业 目前在陈西会同工 已经17年的 胡家厚传道 他是 下次的课程是我们 他的讲题是 回顾祖恩 他要分享了他的生命故事 好我们一起来听 他在太北的分享 他不会过来了 他是线上 他在太北 好我们欢迎 我们下次的课程是 胡家厚传道 泰国的陈西会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 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低头来感恩 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 谢谢主在我们生命当中行的大事 让我们能够认识你 让我们能够生命 我们的最得着赦免 让我们得有全新的生命 主我们谢谢你 再次的感谢你 今天我们听了红政治传道的分享 我们感谢主 他在生命当中 因为遇到你 所以生命得着改变 我们也求主恩待 让他 让我们 让他在监狱里面所做的侍奉 或者是在教会的服事 都能够将更多的人 带到上帝的面前 主耶稣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 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 谢谢主 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 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好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好